好,OK,來到我們最後一個單元 無線廣播圖形同步畫 無線廣播圖形同步畫 好,那這個單元呢 其實我們最主要要了解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會需要用到 兩片 兩組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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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看一下 好,我們先從最基礎的開始 兩組板子 好,OK,那 這裡面有兩種廣播方式 一種是叫做文字化廣播 另外一種叫做數字化廣播 那分別差別在哪裡 我們用全螢幕來跟各位講解 好,文字化廣播就是我們在這裡呢 需要發送出去的是文字 而這邊接收的話也是文字 OK,有沒有看到它是字串 好,那唯一不變的地方是廣播群組設為 兩邊齁 藍色這為A板子 綠色為B板子 兩邊都需要設定為同群組 假設你群組設的不一樣 那彼此就不會有收到對方的訊息 但是如果齁 有30位都跟你設一樣的群組 那你一次就會發給30位的板子 全部收到你同樣的訊息 這就是廣播 就是不管多少人 只要頻道一樣 他們就可以收到你的訊息 好,那 那我在A板子所設定的地方就是 我當我按下A 那我會讓自己的圖形先笑臉 並且送一個訊號叫HAPPY出去 那我在B的板子 如果我今天按下B 我自己也會先一個哭臉 然後再送一個SAT出去 好,這時候呢 我的B板子那邊 收到HAPPY 他就笑臉 收到SAT就哭臉 好,那我們來實際做做看齁 那 因為我程式碼已經都寫好了 所以我就只做燒錄的動作 我就不再足以帶大家寫程式了 好,然後 然後 我們的 智慧物聯 好,然後 用 先用文字畫 傳送 文字畫發送 傳送給 Microbit 好 那 在這裡齁 我會習慣說 不要 不要在燒物程式的時候 接兩塊板子 因為你會不知道你要燒哪一片 所以 燒的時候只留一片 那如果拿來接電源就沒有什麼差別了 好,然後這個是接收 好,OK 好,然後接下來我把電源再接上去 好,兩片板子電源都接上去 好 OK 好,按下A 按下B 按下A 按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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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那這就是 效果 好那同樣的我不管我今天我掃進去的是 文字或數字 其實都是一樣的 文字或數字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就是將我們剛剛 這邊送出來的Stream 變成它是一個數字 0有沒有0 1然後1 2然後2 好就是對都一模一樣 好然後如果是發送 預設清空 它就預設清空 好那 但是對於 呃 Python程式語言來說 它這邊就是直接送 用radio送 然後一樣radio送 然後這邊是 一副我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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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做什麼事情 就這樣 好 好 那數字 就是我radio sent 變成是number 好 那這邊是 我reviewed number 就是 接收到 received number 接收到 一樣 完全等於 這裡有沒有看到 喔 這裡有沒有看到 它寫的是完全等於 不是直接等於喔 它的意思是說 它要比較 如果這一個的紙 跟這一個的紙 是完全一樣 它就做下面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完全等於 這邊請特別注意 特別小心 好 OK 那大致上就這樣 好 最後作業 請運用手動調光課程的所學 將A板子上的Russian去控制B板子上的LED 這是什麼意思 好 我們來複習前面 齁 我們剛剛不是在 呃 這個地方吧 對 這個地方 轉這個 燈光就改 我現在希望你 一片板子是轉它 一片板子是被改 好 來 開始操作 好 都改了如何 都改了如何 好 那我們就來看我的程式喔 好 來看我的解答 來給各位 最後一 最後一題啦 最後一題啦 好 來 就這麼簡單 我在A板子上設定群組 然後並且我讀到ROT P 是類比角位的P0 OK 好 然後 接著我發送 我把我讀到的訊息 直接發送出去 我直接把數字發出去 所以這裡你就不能再發自串了 因為自串你沒辦法 真的就是 所有的數值 全部都是數字 所以 呃0到1023 直接就發數字 因為它只會有數字 好 好 那接收這邊齁 可能就要一點去理解它了 第一個 呃我們當收到這個廣播 一直看到是當收到這個廣播 但是我一直沒有拉一次給你們看 它其實就在這裡 來我講一下齁 呃 好 我直接 作業的 好 不要我開心了 好了 好 當收到廣播在這裡 齁你就拉進來以後群組色違 放進來 然後 呃 發送數字就在這裡 然後 接收就要接收數字 如果你發數字 你就要接數字 有沒有看到這裡 啊接 怎麼接 這裡 如果 等於 拉下來 就接了 就這樣 那你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我可能不小心拉錯 呃我明明是數字 但是我拉成 有雙引號的文字 拉進來 拉進來 所以就變成 出錯 不可以讓 數字跟 字串 去做 比較 這是比較圖案 不是等於 它叫比較圖案 所以 你就 不能 在數字裡面 去做文字的事情 這是唯一 你可能要比較留意的地方 通常 呃 沒有仔細看到 可能就會 都會犯了錯誤 好 這就是數字 然後如果你發的是 文字 如果你發的是文字 如果你發的是文字 那你所 接收的 你就是接 文字 相對來說 你如果在這裡 放這個 他可能就會覺得 欸好像哪裡 怪怪的 有沒有 怪怪的有沒有 他就說了 因為你是文字啊 所以你不可以放這個 你要放的就是 文字 OK 以上就是這樣 以上就是這樣 所以廣播就是這樣拉出來了 非常簡單 好非常簡單 好 那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簡報 好拉開 好 所以說 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說 呃 我們除了群組設定是一樣的 接下來 在這邊 所得到的數值 那我就直接存成一個變數 而這變數 就專門來存我目前的 收到的數值 等於說我這裡 假設送個1023 他這裡就會收到一個1023 那我就趕快把這1023 存到我一個變數 再讓我的P1腳位去亮 所以等於說 我另外一根腳是要接在P1 那我這裡 一樣展示給各位看一下 這真的是一刀未檢完整版 好 然後 將第一板子 插進來 然後第二片板子 插進來 然後我們可能 鏡頭要調高一點 好 然後我們可能 鏡頭要調高一點 欸 不對 等一下 我先拔掉一個 因為我不知道我等一下會掃到哪一局 好 呃 我們 呃 我們將那個 程式 直接 燒進去 作業的發送 這是發送 好 傳送到 好 然後 這邊 先把它 拔掉 然後 它的電源 我就用 我就用那個 顯示給你們看 我用那個接 這樣我就不用額外再加一個 USB了 好 那這個就 比較 測到 測移一點 OK OK 好 然後 將它做 接收 傳送到 好 複召 好 那我 我們仔細看一下 好 好 設定完成 我們開始轉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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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 到底 有沒有亮了 跑跑跑 變暗了 對 好 拉到底 沒了 沒了有沒有 好 拉大一點 好 好 好 完 數字才送出去 有沒有 完成 OK 好 那 呃 這個 這個我還是講一下好了 文字版的 最後一個 好 那 一樣 ROT設定 0 然後設定群組號碼 然後 並且 我們將 我們將 ROT的 Analog P0角位 做為 ROT做使用 然後把它做存錄 然後 然後 為什麼 為什麼這版面 有點奇怪 好 然後 讓它 一直不斷的去做 這裡面 回圈裡面的事情 好 然後這邊 它就是 我設定 我先設定 然後 讓它的 Number 去 讀 它 然後 然後 再來 讀到的值 直接 匯到 ROT裡面 所以等於說 ROT就會拿到最即時的 數字 在這個變數而言 然後 Pins 再寫入 這個 P1的 ROT 直接 拉進來 所以等於說 我得到這個數值 給它 然後它 再轉手 給它 就是 這樣子 所以 Analog Write 就可以 運作了 因此 就做完了 大概 就這樣 好 上完這五個單元 未來後面還會有更多細節的內容 希望各位都還可以繼續的學習下去 那 我個人會很推薦你們 一定要去玩一台車 叫做 麥坤 麥坤 麥坤車 在這裡給各位看一下 一定要去玩這台車 CP值超高 OK 這裡有一個 Microbit 智能套件車 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 叫做 麥坤 Plus 工程隊 麥坤 Plus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這一次課程主要搭配的 麥坤 麥坤 基本 4.0的版本 然後或者是可以加工程隊 那 這裡 呃 給各位看一下 一個影片 這是未來都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你們上完這個課以後可以做的事情 打算 要做 搭配 都可以做的事情 這個 不是 我們有更多的事情 這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那这个叫做视讯的一个AI辨识模组 所以它就可以用AI,它的名称叫做Husky LAN 那未来也是可以搭配这个Husky LAN 已经非常的成功了 它已经非常成功了 然后只要辨识到任何东西 包括人脸、物体、追踪 全部都已经都完成了,OK? 好,这个东西去位对战 有一个遥控器,然后去控制这个迈昆车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广播的功能 我们将第一块板子去控制上面 别人的多块板子上面 就是这样子做出来了 所以那为什么我就要给各位看这些的原因是 其实今天你们所学的这些都是未来的一些小的影子 好,这个东西 啊 啊 這個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麥坤他可以做到的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很棒 那最後我有成立了一個FB的社團 那這個社團他其實是一個免費公開的一個開源的一個平台 那主要是讓大家免費可以去共享自己的教案 那名稱就叫做平民化機器人普及教育 那在國外他的名稱叫One Robot Per Kit 讓每個人都可以學習機器人 每個人都有學習機器人的權利以及權益 OK 好 那如果說你在後續上有任何課程上的問題 也歡迎可以在社團上去詢問 那如果說我有時間或者是群內有很多其他大師們 有時間也都會在上面去協助你們 你們都可以直接在上面 那這上面有一些教材教案的免費分享都可以在上面得到這些資料 OK 那再來是我個人的IG 如果說各位也有使用IG 然後並且想要來台中走走看看 那這是一個專門寫實際的 專門去記錄食物的一些店家 所以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以上就是我這一次的所有課程 如果未來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到平民化機器人普及教育的社團上去詢問 如果想要找台中的食物 也可以來到愛吃鬼小蝦的IG來尋找菜單 好 那謝謝各位今天的課程